大家好 欢迎回到Vilson模型柜的时间 今次紧接上次的开箱 《Legend of Guiding King》的三个机体都继续了 我首先讲讲我做了什么加工 当然就先把屎色噴回来做金色 今次就这样噴了星光金 就没有加透明黄、透明橙等 方便我统一一点 另外比较麻烦的保释可以一次讲 就是这把链刀 这把链刀就是天空魔龙的链刀 它是一件过的 上半部分它是屎色一件过的 就要Mask去噴链刀的部分 大地魔龙的保释主要是補这两边膝头的红色圈 它成形色帮你上了少少红色和中间两个洞里的黑色 但是旁边的衣是十字的 其他位置的黑色就要自己上的 还有肩头衣的黑色它本身都是跟贴纸 那就要大家自己上色 如果你不想贴纸 其他呢 其实很多都是它已经预先上了色给你了 一贯好像以前瘦屋的做法 Modeloi也是一样的 很多都是预先的 例如太空魔龙Guide King 头上看到这些蓝色的线呢 都是它预先上了给你的 首先讲Guide King 以我的认知太空魔龙应该是说那部蓝 就不是说这只 这只Guide King就是叫Guide King 这部叫Light King 这部叫Baru King 上次直播有人提醒我 就说香港大家都叫它们做天空魔龙 大地魔龙 大空魔龙 这部我就尽量用它这个日文去称呼 这个Guide King 那你见我呢 已经拿了武器上手了 要留意一下它的盾子的安装方法 这样卡住而已 所以呢 是会出现刮油的 轻微 就是它不算很刮 如果你是噴了油 应该会刮的了 这只矛呢 又是要将拿武器的手 拆开两边 拆开才能够 因为它不是说那些矛头 或者尾部可以拔到那种方式 而是要拆开的手 把它安装上去的 我觉得 我自己就不会怎么拿这两个武器 只不过一开始就给大家看 所以就安装了上身 其实你问我呢 Guide King我也是喜欢赤手空拳 平时始终Guide King也是喜欢赤手空拳 我也是这样安装拳头为主 让大家看一看那些武器 可动呢 现在扭少给大家看 它头的可动呢 这几只都是 头可动是比较差的 Tino魔龙比较好些 待会再说 Guide King的头呢 你看我呢 我现在尝试扭动它的头 但其实呢 很有限的 向上最多是这样的 向下可以多一点 向下可以这样的 左右就正常的 但就不会说很容易扭 都要用点力的 其实我 有时候呢 不喜欢它那个 double ball joint的颈的设计 就是很多这些模型 都是这样 double ball joint 就是这里一粒ball joint 下面又跟一粒ball joint 插在身上 因为有时扭的颈 你整个颈扭歪了 但是它这里是有方向的 那我经常扭歪了 有很难不拆头的情况下 可以调整它 所以就有点麻烦 我不太喜欢 但就很多这些都是这样的 所以又不是只是它才有的问题 手的可动呢 比它那只角尖 顶住了 就其实向上抬高 有机会会撞到的 如果你噴光了 就麻烦点了 这里会很容易顶了 而且会令到它 就是向上提的幅度 就轻微顶住 因为其实它都不能看得再高很多 但就刚好顶了少少 然后呢 可以这样拉伸 有波装它连住了 这个关节有个轴 都是这样可以有两段的移动 就是可以抽个肩关节出来 再加上下可动 都叫做OK的 但就是拉伸的时候 因为它是用波装连接 就有机会会脱 就要慢慢给它耐性去搞 那脚呢一样 脚呢 都是很多波装的 它古关节可以整个 向下拉出一点的 不知道是不是和合体有关 因为我没合过的 我等一下都是一路拍片 就一路合给大家看的 一来你继续的时候 它不是叫你伸了一只脚 它可以提高一点 有些像 Hot Tye Sion Man 那些构造 可以拉屁股出来 那脚就叫做 很基本可动 不是特别出色 但因为这个东西 有得再合体 所以你说这个可动 用来说呢 单纯说这只Guyking 其实都合格的 我说到这样 就是说其他那两只 会多少出现一些 它们独有的问题 那我首先呢 这里呢 我就做这个Face Open 给大家看 通常是最好拆光 这个你千万不要黏住它 因为你那些合体变形 都要用到的 所以就拆光出来 慢慢搅拌就OK的了 这里呢 我特意剪短了少少少粒笋 那方便你换这个Face Open 这个面呢 可以流畅些 理论上就算剪短了少少 因为它的位置都刚刚好 又不会很容易脱 这里就换了Face Open 的胸口 然后呢 还要换这个头 那首先就整个头盔拆了它 其实这个比较轮盡 拆头会轮盡 不知道是否里面 都有噴了少少油的关系呢 就有点实 那整个头盔拆了它 对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换面 把刚才那个普通面 换成这个 爆了夹的面 然后插回头盔 那就OK了 其实我Guy King 最喜欢这个Face Open的形态 对了 就算比起这个 Guy King The Great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 普通的Guy King 这个Face Open形态 不知为什么呢 它连在配色呢 只是这样换走两块东西 整个气势就出来了 如果它这里可以跟着 一些火球的效果 那些就正了 那Guy King 就基本上是这样 再让一下后面 给大家看看 背面 首先说到这个天空魔龙 在大地魔龙之前 再调一调位 这个天空魔龙呢 它的手臂 你看到它这么厉害 虽然比例好像怪怪的 但其实看着看着 我就挺喜欢的 之前都知道它是这样 好像不合比例那样的 但我组合完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我又觉得OK 但是呢 始终就是因为 要就一些合体可动的东西 它的手的设计本身是怪怪的 这个就是这样 在这个桶上伸出来 其实是可以这样移动的 这个位置 合体之后 就可能开另一边出来 这些手臂就怪怪的 而且呢 它的脚很柔 而且它的股关节 敢弄一颗 接着整条腿 然后一个波装 插入股关节 看看我现在这样拎 松泡泡 我开始还没安装 对翼在砌的时候 我忽然站着都没什么 一安装对翼 站一会就脚软了 股关节很松 所以玩这个东西 我觉得近乎一定要抬走 另外那两个其实不用都很稳定 大地魔龙更加不用说 那么肥的脚 稍后再跟大家说 但是这一只你没抬走 就有点头痕 这一只翼 它基本上就 待会选择The Great 就沿用整块 不过呢 要补一点色 提到这里 它的噴射器位 我这些灰色是自己上的 喜欢上什么色 就自己决定就可以了 最麻烦的是 刚才说的那块黏刀 都是这样要上 但上了真的漂亮很多的 可动是这样的 脚的可动都还可以的 其实都算是怎么摆都可以的 不过有一些角度 未必摆得完美 不过就 都已经很灵活的了 所以都在姿势上 脚的摆位很多选择 就没什么好挑剔的了 最重要是有抬左 肩甲就可以这样起 起到这么高度 大只手 一般来说不算很大问题 可动 但这个构造比较奇特 你是合作做 Guide King The Great 就算数的人 就不太关系 但我其实有想过 将它们三个分开 Display 所以我还在想这个问题 待会合作看 先再讨论 这三个最后呢 就是这个大地魔龙 Bao King Baru King 这个我就懒一点 他的手就这样 好像Guitar Free 就好像他那些一折折的手 我就继续一次过整条叛燒光了 他的手掌也有点可动 这个手指就这样可以动 然后他整排手指可以这样动 装武器 其实是你见到斧头是跟蛇子炮 斧头就有些好像 你砌MG高达那时那些 有一排这样的损位 然后就吸下去而已 吸完下去之后 还可以拿到挺稳固的 拿到稳固之外 那些手指形都算是贴合得OK的 但是这只东西呢 上半身可动是还好的 就是你见到这样咬 OK的 这些手啊 都合格的 但是这个脚呢 你就预计他 是 看一下多有趣 肥嘟嘟 但是完全动不了的 根本没有可能动的 这样向后屈都很困难的 单纯靠股关节那一节来动的 没有膝关节的 严格来说 这些东西 我拔出来给大家看看 因为它呢 应该是就那些变形合体 那我拔了出来这个小腿呢 后面这个打开呢 这一块是可以抽出来的 我待会才做抽出来这个动作 因为合体才用得到的 应该 这个类似坦克车的轮子 这个物体呢 其实它是应该变形时才用的 我安装上去 贪有形 其实它人形时 它其实是没有建议你这样用的 它里面收起这个 应该是不知类似 街坑的龟像用的大腿之类 这样 这样移出来的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七关节的 就真的整个脚这样 插在股关节 这样的 平时插着股关节的 那颗关节就变成大腿 这颗颜色上我觉得挺漂亮的 但就如它是站在这 不动的 好 那就事不宜迟了 和大家进行 Guyking the Great的合体 Guyking the Great的草莓 合体呢 就完成了 其实蛮轻松的 因为这款呢 它原来它基本上 整个下半身就是 大地魔龙的下半身 再弄长一点东西 而上半身就是天空魔龍 拆拆插插小小東西 拆長縮短 就變成了他的上半身 就是Guide King the Great的上半身 最後只是把頭和胸口 Guide King的頭和胸口 就這樣塗進去 其實三隻東西基本上是同一結構 上下的連接位 頭和胸也是這樣塗進去身上 這個結構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合體其實很容易 我現在很煩惱一件事 究竟我展示的時候 這隻的話我會不會面對面 因為這塊金色是佔了最大部分 然後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但我還是喜歡面對面的樣子 這個就是後畫 合體後剩下的部件我先拿出來 首先大地魔龍 還有這個天空魔龍 還有這個Guide King的身 天空魔龍還有頭和胸症 以我所知合體後 都只剩下一個駕駛員 其餘那兩個其實不用坐進去 和一般我們所認知的那幾隻合體 就沒有變得很大隻 因為我熱血最強之前 跟大家拍了龍王修羅 它合體後是差不多一倍大 但這隻就不會了 我拿回剛才大地魔龍 比較 其實 就差不多高 高一點 因為它只剩下大腿的位置 其實它跟大地魔龍差不多高 我可能因為土地問題 就這樣合體擺就算了 其實可以手拿的武器就沒什麼 然後呢 唯獨是它其中一個裝備 就是在這個腳上可以拔出來 比較上可以叫做 又不是叫做只手的 其實它也不算是一些很只手的武器 好像射出去的 因為這個 就是這兩塊Degantacross 即是它Countercross 混合了Giga的字 即是大型Countercross 其實它就這樣可以 兩邊剛才這樣拆了 兩邊這樣合起來 一塊東西 這樣射出去 而已 它也是強硬 就拿手掌 這樣 撐住它 這樣而已 就是用手掌捧著它 我給大家看 就用手掌捧著它 就用手掌捧著它 我是極度不喜歡這個武器的 所以就 我即時就拆開它 但是它很弱智 這樣兩邊這樣合起來 拆回去怎麼拆 我這個也有噴到油 底部就盡量 不要噴那麼厚油 要不然你合起來就 分開的時候麻煩 這個一樣可以Face Open 我做完Face Open給大家看 Guide King The Great 就都展示完給大家看 Face Open了的Guide King The Great 雖然金色沒有了很多 沒有了深厚的一大塊金色 但其實都頗有氣勢 其實你問我都是中間的金色 就有型的 但它現在 這樣 始終它的頭 Face Open了 就很有型 還有 其實頭盔 它本身 就預先塗裝了金色給你 一來我就方便不到我噴燒光 所以我其實噴完燒光之後 就先用電鍍筆 用Bolo Tone 大家很流行現在 經常會看到黑色不新的那支電鍍色 那我就用它的補充裝 就用筆 用銀色油了底 就油回那些本身 你現在看到金色這些位置 等它乾了之後 就用回透明黃去上面 就像骯髒頭那兩隻眼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會亮很多 你看到效果現在出很多 那我就不是用它本身 pre-paint 好了的那個金色 合了體之後的可動 講下 它合了體之後的可動 你看到我現在做一些簡單的出拳姿 腳這樣抹大就大概來到這個幅度 應該可以再多一點的 這樣可以再多一點的 但是就通常用不得著那麽厲害 但是你說它可動是不是很好呢 就一般啦 一來那些肩甲等的都會頂頂的 還有它隻腳大隻都頂了 對翼拉開了 就都幾亞位的 基本上就是這樣了 那街傾的龜車就大概來到這裏 就看一看 剩下的那些件 你就可以自由組合了 例如這樣 把天空魔龍的胸口和頭插入街傾的身上 或者是把這個大地魔龍插入天空魔龍的腳上 嘩 這個做什麼事 這個真是 哈哈 馬桶之後又有一力作 這個 雖然它可以這樣玩 但我不想這樣顯示出來 所以這些可能呢 很可惜地 可能都收回了入盒 Guyking the Great Jack 我合完看之後的尺寸的感覺 突然間令我想拿這個 Great Geolimor出來 看看尺寸的尺寸是幾佳的 我變了覺得 玩這個Modeler系列 越來越令我上癮的地方 就是它出一些款式 真的好保養我們這些機戰粉絲 這個Modeler系列 我之前都跟大家說過 它由第一隻開始 就是跟千直戀合作 就是出了這個帝王萬能俠 但這些其實是沒有出過在千直戀上 就算這隻Jeroyimor也沒有 我可以期待就是 我既可以玩到很多千直戀那邊 出了玩具的產品 然後在這裏可以用模型砌出來 這次就來到這裏了 多謝大家收看 這次這隻都... 嘔心吐血 因為趕著想快點給大家 在出片的這一天 給大家看 這一個星期都... 拼了老命 用了所有可以用的時間來拍 希望大家給個Like我們的影片 然後就... 繼續支持我們的Channel Subscribe 叫多些朋友一起看 下次就應該... 如無意外就黃金勇者 還有呢 在出片的這個時間 應該重戰機都出了 重戰機我一定會做給大家看 而且有它舊的HG 我看下可不可以 早上快點拍了它 跟大家去比較一下 這個新舊版HG 改了多少東西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好啦 在下條影片再跟大家見面 多謝了 Bye Bye 日本授權 本土設計 台灣製造 千象堂高達UC聯成T系列 金授權 還有 大家 üzer 贈詢 購物